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 来到CCTV5家体育赛事频道 观看2021年直通WTT大满贯世拼赛 即东京奥运会的模拟赛 本次比赛是在河南的新乡举行 今天已经是到了第三比赛日的完整时间 这一时间段我们将会陆续为您带来的是 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淘汰赛 第一场比赛一上来 就非常的具有话题性 您已经看到对阵了一号场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小小胖林诗栋 那么今天他要挑战的对手 就是他的偶像 也就是小胖樊振东 两个人从外形上确实是有一点相似 尤其是16岁的林诗栋 总会让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去想起 2013年同样是16岁 从直通巴黎世平赛当中横空出世的那个天才少年 带阵东 林诗栋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直通比赛当中 在国平无论是男线女线上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在小组赛里他先是3比2 战胜了奥运冠军许新 接着又是3比0 战胜了老将延安 虽然是输给了在一队的这个大师哥牛冠凯 但是凭借着和许新的胜负关系 最后他是在小组当中位列第一 成功的突围也获得了进入到八强当中的资格 那个时候他是作为海南省队的一名队员 跟随中国队一起集训 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了这名年轻的小将 时隔一年之后具有了飞跃般的进步 我们首先来关注双方今天晚上的比赛 林诗栋是2005年出生 从小在三亚长大 在2015年的时候 海南省乒乓球队刚刚成立 那个时候林诗队就是七名成员之一 去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 林诗栋获得了南单冠军 也由此入选了国家二队 他的偶像他自己说是樊振东 两个人在去年的模拟赛当中 也有过一次交手的机会 当时那就是樊振东获胜 并且有一点和樊振东比较相似的地方 两个人的技术特长都是在于反手 前几天我们在比赛当中也是发现了 小小胖的反手也是相当的先进 进台的快速的这种 快撕台内的拧冲拧拉 出手质量很高 小胖的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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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教练陈振江指导 也是评价自己的弟子 说是非常有天赋 也非常朴实的一个孩子 而且从海南打出来 到现在其实挺不容易的 这球 这球全球接他球摆得太高了 陈日江指导在比赛当中会时刻去关注弟子的这个动态啊 场外指导非常的火机器 刚刚也是让这个弟子调整起来要再更加的兴奋一点 今天肯定作为小小胖来说 是要去拼着小胖来打的 加油 6比3 直接开场球 反手 反手进入到香池 给到中路 跳 作为樊晨东来说 其实他应该是不惧怕和林世东在反手左半台这种 反手对反手这一条线的对攻 两个人的技术特长其实都是在这一块 半出台直接抢拉得分 还是有点吃发球 这是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8比4 可是从正手短发起 这个半出台还没有拉上 前两天的转播比赛看下来 对林世东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敢打 关键时刻相当的敢于出手 很有这个年龄段运动员该有的一种锐气 这个倒是跟他虎头虎脑的外形比较不相似 两个人第一局呢都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回合也不多 各自有一些无畏失误 漂亮 哇 衔接的相当流畅 反手发力之后侧身总正手进攻 好球 哎 这是林世东的特长 反手动作非常的流畅 让人觉得很轻松 但是拉出来的球呢威胁性又很强 一个正手的大角度 凡志东今天的场外指导依旧是秦志简教练 漂亮 凡志东批长之后 林世东反手直接抢拉得分 八笔十 哇 好球 哎呦 这球凡志东稍微有点掉位了 脚下差了半步 一个半机会球拉丢了 就是这一下啊 脚下差了半步 这样 林世东追到了十比十 今天凡志东的发球 主要第一局还是以发林世东的正正手位短为主 主要还是去避开他的这个反手的台内扭拉 漂亮 推球拉了一个中路 太不讲理了 这是林世东的特点啊 这种反手一板过的球 看上去呢 动作是轻描淡写 但实际上真的是威力十足 第一局 让第一局双方来到了十一平 一个发球失误 林世东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加油团队表 加油团队 彼此太过不发力了 我们都已经全台北二十一 这样 felt 来不想分一下 林世东 拿下了第一局 пред以看到 fifth round fever 收布 落檬队 松仁补 其实第一局比赛一上来 应该说 Mal words 大跟飞实上来 应该说 卢性东还是最主要掌控局面 他们在场上往往有的时候会更加的依赖小脸 这除了技战术方面的依赖 更多的还有这种心理层面的依赖 双方的第二局 回白 抢上手 比则稍微有一点擦网 临时动发球 回到中路 反正东还是试图在乡池当中自己去抢先上手 抢先发力 率先的进入到乡池当中 4比2 逆旋转正手短直接抢上手 今天的出手 反正东的目的性还是很明确 很多球上手都是去找林诗栋的中路 漂亮 对这个挑打还是有所准备 林诗栋在和许欣的那场比赛当中 正手爆挑是频频得分 尤其是在决胜局 9比9的时候 还是敢去发全力的爆挑 多等于是因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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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6 来个勾手 漂亮 就是这种球 反正能起板之后 如果质量稍微不够高 林士诺下一板 衔接反手快撕的这一下 杀伤力很强 这也是他打法的先进之处 都是击球点很早 迎着球去拉 4比8 林士诺现在台内球的处理 还是控制的很精细 基本上没有给到林士诺太好的 去上手的机会 林士诺现在在场上 有一点被限制住了 博杀一个 发文之后直接测身份了 球接得太高了 漂亮 再来 应该是林士诺在中远台 反手反拉了一个 10比5 主要还是在发林士诺的正手位短 去破他第一板 揭发球台内的女拉 偷一个长的 直接擦网 战11比5 樊振东翻回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1比1 接下来将会迎战方国 那么同样在下半区的还有梁敬坤和周启豪 进入到八强的选手当中除了林士诺 是来自国家二队 其实其他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队的选手 而且大部分的也都是主力 刚刚樊振东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和情急导交流 也说到这个林士诺的球比自己想象中的轻 所以很多球感觉有点借不上力 漂亮 还是准备好了对方的这个抱挑 林士诺毕竟作为16岁的一名小将 作为青少年运动员 他的这种出手的质量 球的力量 肯定是没有办法和常年在一队训练的这些 大哥哥们成年的运动员相比的 所以今天对于樊振东来说 也是需要通过前两局之后去适应 去去调整去应对对手的回球的质量 还是逆旋转发正手短反手直接上手 还是逆旋转发正手短反手直接上手 就是动正手短的这个揭发球 有一点被凡人都抑制住了 没有办法摆脱 打到中路 这球其实发出台了 但反正都也没有拉上 但反正都也没有拉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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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5 远续的出现无谓失误 真的还是提醒林志东一定要跳起来 要兴奋起来 加油 加油 今天小将是完全没有包袱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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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3 饭出台 双方的第三局 黄农宗5比8落后 连续的带着连续的防守 反正正手进行对拉 拉回到反守位 反正都在进攻 打到这种大物球 两面的相持 尤其是中远台的对抗 却是反正中的能力和实力 要更加的全面一些 这其实也是小小胖 日后可以再去增长的地方 尤其是在于他的正手 还有正手的这种杀伤力 哇 漂亮 速度很快 看一个直线 反正龙再追一分 追到了8比7 漂亮啊 这是个搏纱球 也是算好了 这球就是发给 凡正东来拧 拧完之后呢 自己主动侧身反拉直线 加油 防复加油 5比9 这两分很关键 反手小三角 前面呢 Sponge Kristian 一直是盯着林诗栋的这个 正守卫短来发 偶尔配合一两个长球 现在在关键分上呢 改了一个发球 发到林诗栋反手的小三角 发了个顺旋转 再追回一分 林诗栋一个接发球 直接下网了 这样两个人是 在第三局打到了9比9 林诗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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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正守形成对拉 相持当中 梵震东再下一分 打到这种中远台的 这相持环节 确实是梵震东 要更加的占优势 球要更厚实一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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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震东现在比分反超 9比10 上11比9 凡震东是逆转了第三局 大比分目前2比1领先 小胖发起的挑战 双方的第四局 坏皮底线防了100 再往前摁100 这是主动的防守 防守当中自己还在往前顶 往上加力 再来欣赏一下 再来欣赏一下 漂亮 这球凡震东快皮底线 凌事动起手就扫 有一点不讲理的出手 来别挡下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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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短,黄挑中路。 第四局一上来,林诗栋还是领先2分。 刘德良主席和工训教练李小冬指导, 也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其实这两天,应该说林诗栋的经验的发挥, 还是引起了整个教练组的注意, 包括昨天他和延安的比赛, 其实是在2号台, 刘德良主席也是专门过去看了。 2号台。 3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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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台。 茶营头。 是练席。 防得真不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樊仁东直接抢上手拉中路 防了有一点擦网 紧接着反手再顶樊仁东的中路 这对于樊仁东来说 也必须要多做几板的准备 还是有点擦网 再销回去 漂亮 林氏东再得一分 现在在第四局 已经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这球也不慌啊 两个人 对销了一下 快批 樊仁东中路底线 加油 樊仁东 快批 樊仁东 加油 第四局现在已经2比8了 挑打 哎 这球发得好 小三角接近白边的位置 加油 樊仁东 加油 樊仁住 加油 好 看热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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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豪 反正洞连坠2 分 8比4 中午连续都出现失误 这样第四局 现在小小胖是拿到了局点4比10 水比4 林志斗拿下了第四局 现在双方是打成2比2 攻势连胜了张继科许新 闯入了南单决赛 蓝志斗拿下了第四局 入了南单决赛 迎接着自己反手去反思去顶的这一下质量又很高 2比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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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阿 谢谢大家 哎好球啊 这个球轻轻的举了一个直线 首先线路非常的好啊 主动的变直线 并且呢这个球也没有完全的发力啊 去护了一个直线 就是让凡人动有点借不上力 非常的有灵气 这绝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关键局 现在大比分2比2 对于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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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5比4 也是发正手短 李之洞再次的吃了发球 这局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两位选手在场上都抠得比较细 漂亮 进入到相识当中 正手对拉 李之洞的正手在反拉当中出现了失误 这球想要去穿一个直线 难度本来也比较大 终局阶段现在樊振东领先三分 漂亮 同样的套路 樊振东也是快批到林诗栋的中立底线 造成林诗栋被动上手 随后自己能反手去反撕快顶这一项 8比4 欢迎订阅栋 搬出台 谎阿直信 谢谢 哇 漂亮 第二个球林诗栋就准备好了 第一个谎拉没有能够防上 第二个球呢直接一个快丝 5比9 两个人这个时候把比赛节奏都控制得比较慢 漂亮 接下来就直接拧到林诗栋正手的大脚步 在发球接发球环节 远诗栋还是要更加的全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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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偷一个 进入到单打的淘汰赛环节呢 都是采取7局4胜制 小组赛当中都是5局3胜 好 好 好 还是推调中路 还是推调中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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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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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凡晨東對自己的這個中路位置啊 還是有所準備 擺到正手小三角 帶得一分 加油 加油 今天這場比賽雖然一上來啊 凡晨東還是有點不適應 雷斯洞的球 有一點被動 但是還是通過自己這種大賽的經驗 把比賽的節奏和局面把控的非常好 哎唷 好巧 又是反手的一個冷板啊 抽直線 再來欣賞一下 擺短之後凡晨東突然的劈場 好 這次凡晨東直接搶點上手 勒了一個直線 反手是真的好啊 直接偷長球 直接偷長球 到了兩條線 今天凡晨東發球的主要戰術呢 還是以發雷斯洞正手位管為主 會配合幾個反手的集場 這樣去牽制對手揭發球的站位 才會不適應 現在小匠,林石棟也沒有暫停的機會了 林石棟,林石棟,林石棟,加油! 林石棟,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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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4 回摆 拧起来 主动编线 主动编线 第五局 第六局 现在来到了8比4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 16岁的小将林诗栋加油 加油 好球 突然偷了一个极场 这球发 好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第六局 反而能够等到对手的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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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6 林诗栋再追一分 回把团内球 这个好打林诗栋没有能够挑上 比分来到9比6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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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样横震东拿到了 本场比赛的赛点 6比10 小小和林诗栋发球 直接拧到中路夺孙 这样横震东是4比2 淘汰了16岁的小将 也是本次直冰赛当中 最大的飞马铃诗栋 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四场当中